截至7月23日临时 香港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2249人 仅在过去一周内 确诊病例就高达595人 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 香港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 特区政府宣布 7月24日起 将启用里云门度假村检疫中心 用作社区隔离设施 舒缓医院并传压力 这座被誉为港版火神山的检疫中心 再度进入公众视线 近日记者前往现场探访 在一山半海的里云门度假村球场位置 一栋栋连排二层小楼 整齐有序的排列 外墙被刷成不同颜色 戴着口罩的工人 正在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 这里建成后 可以提供234个独立的隔离房间 在工地旁边的项目指挥部里 一张巨大的提示板挂在墙上 工程已开工 1308小时 我们本身就20小时开工 所以你看我们的工程倒计时 这个牌子 我们都是以小时为单位 第二项目我们希望能够 在明天就竣工 时间是1320个小时 再加12个小时 55天 与武汉火神山医院相同 港版火神山也由中国建筑集团呈建 黄江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他告诉记者 已经完工的一期有118个房间 建筑用时仅为600个小时 超快的建筑速度并不意味着要求低 相反还要满足更多卫生防疫的要求 它更重要是考虑到卫生防疫 这个避免交叉感染的这种设计理念在里面 所以呢我们在设计上 无论是这个通风 还是在这个清洁消毒 给排水等等这方面的都做专门的技术上的优化 来达到特区政府 特别是卫生署对于这个 检疫方面的这个卫生的要求 所以它跟普通的一些 隔离中心不太一样 走进房间可以看到 不大的屋内样样俱全 床头柜 衣柜 单人床 书桌 整齐的摆放着 每间屋均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洗衣设备 空间利用十分合理 仿佛与一般的房间 并没有什么不同 走到外面却能看出这里的不一样 密密麻麻 但分工各异的给排水系统 独立空调 每栋楼上一根朝天的管道 都在从各个层面避免病毒的传播 这些精细的设计 出自整个项目的医学顾问 香港马加利医院原院长赵莉莉之手 所用的时间也是在用小时计算 那我作为是一个医疗人员 我就有帮助在设计那方面 疫情很重要一件事 是病人和工作人员的分隔 哪条路是病人进的 哪条路是员工进的 第二就是气压 新鲜的空气和骚髒的空气 那个排法 骚髒的空气 就不可以噴去干净的空气的入口 第三就是 我们事后也知道 分别是有很多病毒 所以厕所的污水渠的去法 也很重要 我们就看了这几方面 设计了整个图 然后就跟政府商量 也经过跟卫生署 卫生防疫中心的医生 一起去研究 因为他们是专家 我们的设计一定要他们接受 所以经过很多之后 定实了整个计划 赵莉莉同样为施工的工作人员 制定了一系列的防疫流程 在二期施工期间 相邻的一期已经有隔离人士入住 但所有施工人员无一例感染 17年前的SARS期间 李渔门度假村是隔离中心之一 17年后 尊强版李渔门警衣中心再度启用 继续保护着香港的使命 在警衣中心高高的护网上 画着鲜红的条幅 上面写着 时间就是生命 在疫情面前 黄江 赵莉莉 还有更多的普通的人 用自己的智慧 勇气和实际行动 践行着这句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